贝尔就非要跟我抢男人 然后我就火了 我就直接就是打了下贝尔的手 我说你今天不要饭贱 老娘是赏你饭吃的 这是我的地盘 这是我的亲侣 我就说你去玩你的奥拉夫区 你不要在这边缠着我 不要坏 不要坏我和西班牙宝宝的这种好事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就警告他了 我说贝尔你可以在这个房间里面待着 这是我的房间 这也是我的亲侣 这是我的地盘 你要是再他妈的那种鸡丝 你给我滚 然后贝尔就还不听 还要那种死屁赖 又要求我 然后你知道我觉得当时西班牙宝宝 他本来就硬的 后来都软了 就我觉得因为你想 两个贱人在他面前争风吃醋 就本来愉悦的时间 放松的时间 现在都开始撕逼了 谁会心里面有好受 贝尔还是那种不依不饶的 我就直接抓着他 一顶把他溜起来 就直接把那个门打开 就直接把他推出去了 我就想他妈的贱人 你也不看是谁厂子 跟老娘那么抢男人 然后我就把他丢出去之后 我就把门锁上了 后来房间里面就只有我 还有荷兰宝 还有一个西班牙宝宝的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西班牙宝宝 就是有点尴尬 整个场面非常尴尬 因为那个iPad 还在播了那个黄片 就那种可激情的 就是那种男女之间那种事情 然后反正老姐姐非常的镇定自若 我就让荷兰宝宝又趴下 我说我再给你按一按 然后按按一下 果然人一放松 就又开始进入到状态了 然后我就把那个手机 一按那个就是录像状态 我说欧拉夫 你现在反正也他妈无聊 你就给我们来拍片 然后我就把那个手机 就丢给欧拉夫 开始给那个西班牙宝宝 又把西班牙宝翻过来 由他正面的开始推 然后就开始舔吸 然后最后就到了他那个大竹子 你知道 老姐姐开始一阵狂舔 你知道 然后那个欧拉夫 你知道 也特别的激情 我觉得这也是他人生第一次 有点感觉像当那个 就是GV的导演一样 他特别的 大家特别的兴奋 就给我们拍 你知道吗 然后我觉得总是让他 有点事干 但是我觉得老姐姐情长很高的 就是不能够委屈了 我们家的荷兰宝 虽然现在荷兰宝 已经不是老姐姐的心头 爱了 但老姐姐 还是要照顾一下荷兰宝的 然后就把荷兰宝宝的裤裆 就拉开 就给他撸撸他的大竹子 因为他的竹子也很硬了 然后老姐一边撸一边吸 真的是 这叫左右逢远 真是 然后反正就一阵激情过后 一阵激情过后 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然后荷兰宝就 批加批加的 就回了自己的住的地方 然后我也把荷兰宝也撵走了 然后去了楼下 我看到贝尔一个人 坐在椅子上面 在那边抽闷烟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过去说 哎呀 拜奥啊 什么 老姐姐和饭店打招呼 拜奥就说 然后就站起来就走了 回了他隔壁的按摩店 我心想 他妈的真是 老娘给你个台阶下 你还不下 见人 反正我也懒得理他 然后欧拉夫在那边 就说 看这个人妖 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我说关我屁事 就一个死逼人妖 对吧 我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我把你赏给了他 他还不知足 你知道吗 他非常跟我抢男人 真是你说 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也不看肉是谁赏给他的 第二天呢 就是早早的啊 我就很 就下楼嘛 我就观察了这个 啊 这个西班牙宝宝在房间里一举一动 结果呢 哎 我发现人不在了 我吓了一跳 我以为呀妈呀 是不是退房了 经过昨天的那一阵 什么血雨腥风 可能就觉得说 哎呀 是不是尺度太大了 然后人生第一次 毁三关了 然后就赶快退房 后来呢我发现 哎 他的行李还在啊 就床上面还是 就是我觉得荷兰宝宝 习惯还蛮好的啊 就是虽然是亲女嘛 有人帮他收拾的 人家自己啊 把床给铺平了 你知道吗 哎呀 我觉得这一点啊 可是个怪宝宝啊 可是个怪宝宝 值得夸赞 值得夸赞 我就看了个监控啊 我就看他早上啊 配夹夹夹夹 可能就六点钟吧 他就出了门了 然后呢 我就给他发消息 因为我加了他的那个Facebook嘛 我就说哎 你去哪了 怎么不见人影呢 隔了有快15分钟吧 他在回我的 他说哦 今天我出去遛大遛大 我说你去哪遛大 他说他每天都是 在这早上起来 就是遛大一圈 像那种 就像六狗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绕了个巴提亚的 那个就海滨路啊 在那边就是 反正蛮长的 我估计有几千米吧 就在那边绕了两三千米吧 就绕了那么走一圈这样子 就走回来 到了晚上 大概八点钟的时候 我们才就是又碰到了 碰到之后我就问他 我说哎呀 你一百天都干嘛了 他说他就是 在巴提亚到处逛啊 什么之类的 我说你也没有进那些商场吗 巴提亚那些商场 你有去过吗 他说他就在街上面逛 然后他也不进那些 什么店铺啊 也不买东西 就顶多就进那个711 去买点什么吃着喝的 后来时间就在海边那边 就坐着 坐在沙单上面看海 哎呀 我说你也是真是啊 就来了巴提亚 你也不 就是你是来旅游的 你知道吗 你也要体验一下 这边的风土人情啊 什么 你也好歹就是进那些店里面去逛逛 看看人家这些不一样的风景 你怎么就看这些啊 这些这些这些东西 而且你八天 你每天都这样子的 你不无聊吗 他说啊 这就是他的性格 就是你知道吗 时刻都不管是跟人啊 跟物啊 还是跟这种什么景观啊 反正都保持一个距离 比较谨小甚微 我说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逛逛shopping mall吧 然后我就带了他去了 那个shopping mall 就一路 就是你知道吗 我在里面就是给他 又拍拍视频啊 然后我还请他吃日本料理啊 这是这个西班牙宝宝人生第一次啊 吃日本料理 哎呀 我说也是可怜的 你说真是啊 这日本料理算个什么啊 人生第一次 真是老姐姐帮他解锁了 不要太多的人生第一次啊 这是 然后我们吃的啊 可开心的 然后哎呀 他一边吃嘛 又一边跟我聊聊他过去的一些事情啊 他就说嘛 他有哥哥 然后还有个姐姐 然后呢 他是家里面最小的 然后父母呢 就是说 对他的那种态度啊 就是觉得他很不独立 总是就是把他就是拴在身边 你知道吗 反而哥哥姐姐啊 现在人家已经结婚了 而且他哥吸毒 他哥吸毒呢 然后呢 他哥就总问他父母要钱 因为他父母现在也没什么经济来源 就是有一些那种退休工资之类的 然后他又给父母啊 就是供养了一些钱 所以呢 这些钱呢 等于说他父母的钱 加上他供养他父母的钱 这些钱都被他父母给了 他哥了 然后他哥就拿去吸毒 你知道吗 就真的是啊 这种王八蛋 你知道吗 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父母啊 总是比较偏心他哥 然后呢 对他的就是总是一副那种啊 永远觉得他长不大 然后呢 对他就是管得特别严 所以我想你想 他33岁 他人生的第一次 然后之前都没谈过恋爱 或者是谈恋爱都不成功 你知道吗 可见就是肯定跟他父母是有关系的 他父母肯定就有问题 你知道吗 导致这个孩子成长也有问题 可怜的宝宝 然后就老姐姐来救赎来了 老姐姐来救赎他 整个呢 我就和西班牙宝嘛 在这个呃 外面嘛 户外啊 就这么聊聊啊 探讨人生啊 聊聊自己的成长经历啊 啊 切磋一下感情啊 什么交流一下感情啊 之类的啊 然后就整个谈啊谈啊 谈到了晚上零点啊 然后我们就心想嘛 我就再打算给他啊 再来一次 你知道再来一发 然后就把他又皮尔皮尔的啊 就拎回了那个青年旅社 啊 这时候呢 我还眼尖啊 我就是说 先让他在 就是我们青年旅社 对面不是有一个啊 711嘛 我先让他里面买个东西 然后我还自己 就是特别鸡嘴的啊 出来放放风 就埋伏在那边 还有看看那个荷兰宝宝 在不在门口抽烟 喝酒什么的 我一看 正好两个人都不在啊 拉着我们的西班牙宝宝 一路啊 就进了我的那个房间 你知道吗 然后这次啊 老姐姐就啊 直上相机啊 然后就开始给他按摩啊 然后就是又给他 放了一个小黄片 然后还给他带了 这个AirPod Pro啊 立体声啊 看这些啊 小黄片 啊 音色更好啊 就是更容易忘却啊 老姐姐是个 男儿生这么一个啊 这个不男不女的状态 此处省略啊 一大堆的事情啊 啊 具体老姐姐这个精彩片呢啊 啊 宝宝们可以啊 以后老姐会开一个 新的这个什么 only fans什么之类的啊 老姐姐宝宝们可以去看啊 然后呢啊 我觉得这次非常的神奇啊 就是这个 这个西班牙宝宝啊 他连设了三次 而且中间的休息间隔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 这个男人太饥渴了啊 可能小时候都没有 真正的发泄过 你知道吗 就是他每次玩了一次之后啊 他那个竹子 还是那种高翘的啊 挺拔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可以再接二连三的 你知道 继续的这种啊 刺激你知道 然后就就来了第二法 结果一看还金香不倒啊 就又来了第三法 就整个 就真的整个时常就一个小时 就这么啊 就是第一次时间长点 第二次也时间长点 第三次就很快 大概就不到十分钟吧 就来了第三次 就像啊 整个身体里面的精华啊 就倾泻而出啊 这个灌入了老姐姐的体内 哈哈哈哈 哎呀 老姐姐真是一只啊 啊 金城所开啊 精益求精的这么一只啊 就是啊 就是认真勤劳的啊 老母鸡 哈哈哈哈 然后呢啊 他就回了房间了嘛 他就回到自己寝室啊 准备休息了 因为他不是也没什么钱嘛 你想他就是六太四的积蓄 他也说准备花光积蓄就啊 要死要活了嘛 我也怕他怎么样 我就给他想 我就想哎 他要在这边一直待着啊 每天这么待着 老姐姐就这么啊 每天的就这么收割一点精华啊 像锦牛奶一样的 日子也挺好的 然后就准备了一千泰铢啊 差不多是200人民币嘛 然后呢 就准备一千泰铢塞了个小信封里面啊 然后呢 就到了他的房间 然后这拉开的小帘子啊 就给了他的小信封 然后我当时还看监控啊 我看他拿了个信封什么反应啊 哎 我觉得这家伙还挺识趣的 你知道啊 哎 把这个信封打开之后呢 把这个钱啊 拿走了 老姐在里面还写了一个小纸条 你知道啊 他拿小纸条看了一眼 就直接扔了你知道啊 当时老姐还挺伤心的 看来啊 跟老姐一个没什么感情啊 就是那种啊 肉体之欢 你知道吧 无所谓了 反正老姐也是那种没心没肺的 然后呢 把这个小纸条扔了之后呢 就继续睡你知道啊 哎 然后第三天呢 就继续睡觉了 分用病毒